由于美术馆这个计划 这个想法是在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台湾 我觉得装置艺术刚开始 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 有很多好的想法 但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可以展览 一般画廊还没有接受装置艺术这样的作品 美术馆也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方向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计划 第一次展览是在阿波罗大厦 然后我跟了八个画廊合作 就是请他们在暑假比较淡季的时候 把这个场地交给我们 当初我找了这个石瑞人做策展人 当初找了不同的装置艺术家 在不同的画廊展览 围棋一个月 之后我就想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定的美术馆 空间地点 那所以我称它为游移美术馆 就是说我希望它可以游来游去 游到不同的地方 那到了95年呢 我跟肖立红跟陈正勋在这个 主委做了一个主委工作室 把游移美术馆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也是请了这个不同的艺术家来这边做装置的展览 那一直到最近我就想到说 这个观众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游移美术馆呢 想说从今年开始重新启动 刚好我在这个松山烟厂 弄了一个工作室 我在想说我有如何好好的利用这个工作室 可以再来把我的这个想法放大 那我们就在我这个地方做成为一个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办公室会所 那我们就会请了很多艺术家来这边讨论 第一次展览的地点呢 会在这个即时行乐 在花博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就是公共空间 很开心这一次有机会 随着范嘉老师能够跟着他的游移步伐 把陶艺带到生活空间当中 这次邀请的艺术家 其实是都是新生代的艺术家 在陶艺展览上面 不只在国内国外都有很不错的成绩 那这次的主题是定在 艺术 陶艺的魔幻旅程 那最主要就是想要表达 陶艺在全世界的发展 其实也不过六七十年 那在台湾也有六十年的一个历程 但它终究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媒材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里面 这样的一个传统媒材 因为我们的科技 因为我们的一个艺术的概念跟想法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想说在这一次 这样的一个游移可以到人群的机会里面 可以把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一个想法 把他们的对于这个时代给他们一个 不管是美学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个反思反省 透过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来 然后很直接的可以跟人群接触 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印证 他们对于生命体验的一些看法 那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这一个新的艺术媒材 在我们的艺术领域里面 它是如何的被展现 那这个媒材其实几千年来 几万年来就存在 但是这几十年来 成为一个艺术创作的媒材 其实很有它的一个历史意义跟价值 不管是它跟生活的一个连结 不管它在一种比较创新创意的一种运用上面 都是有它无穷无限的可能 那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规划展处上面 可以看得到在台湾对于这个 在东方对于这个古老的媒材的一个新的运用 跟新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叶宜丽 这次呢 因为将明道老师的游宜美术馆 睽違了十八年重新开章 然后我们第一档 特别以一个老媒材 新意境的概念 就是陶艺的展览 那为什么是这个 用陶瓷材料作为这个展览呢 因为当初就说 范江老师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时候 是以当代陶艺家 介入所谓台湾的当代艺术环境 那我个人也是在学校的时候 是主修陶瓷 那我一开始做创作的时候也是陶瓷材料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 所以我们决定 这个葵维斯八年之后的第一档展览 游宜美术馆的第一档展览呢 就用陶艺展 陶艺家当代陶艺的展览来作为一个开始 然后呢 主要这个游宜美术馆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到处游移 那透过呢 到处游移在公共场所 直接与民众接触 与民众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期待呢可以带给 所谓的一般民众更多 对于当代艺术的接触跟想像 然后让艺术进入 一般的生活里面 这就是我们有美术馆最重要的重点 它所诠释的其实是我对当下生活的一些感受 对那这系列的作品它其实是跟花艺是有关系的 我把生命形容是一个容器 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去思考说 我要把什么样的花财 什么样的物件放进来我这个生命的容器当中 对那所以作品当中它会有一些非常像剑山一样的 与会出现 然后用玻璃去做一个像水的一个隐喻 那在上面再去放就是我选择进来我这个生命容器的一个物件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跟反思的时候去思考 其实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当下 所做的这些决定 就等同是我们选择的那个物件放进来我们的生命的容器里面的这个概念 那去反思说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 是不是真的是适合 然后我的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很专注的去看着那个土在我手上 如何经过我的手的每一次的捏它 经过不断的不断的重复的这些动作 然后就会堆积出一些形体 然后再经过这些形体 我再去做成很多不同的物件 其实它们拆开来看真的都没什么 然后再来我就是有点像是小朋友在玩积木的状态 再把他们那些物件一个一个组合起来 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东西 这个作品题目是灵魂与视觉的措置 那就是我企图在作品的造型里面一直要寻找一种人类对形体的那种不熟悉感 真与假的这种中间的这种重叠的部分 所以说我在人的那种视觉或者记忆里面 都有一种认识跟认知的问题 可是我要寻求一种有点熟悉又不太熟悉的这种过度的一个造型出现 想说我们可以我做的作品对台湾现有的 不管是土地的情感还是对周遭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呼应 那因为在我住的地方随处可见就是稻草 等于是把稻草用泥土跟火把它拟结成一件作品 之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素材会出现一些 他自己要说的事情 比如说他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崩塌 那稻草跟泥土的一个结合 我觉得是非常的巧妙的 我就采用一些单一的 然后没有生命的一些零件 然后再把它重组起来 变成一个看起来是有生命的一个物件这样 然后也是想反应说在当下的这个时代 就是其实我们受到非常多的外来的刺激跟影响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 就已经不是最刚开始那个原点的我 我已经被很多外在事物所改变这样 所以用这样的做法来反映我的一些现况 那这一次的作品呢我是把它比较具象一点 然后把它跟那个狗来做个结合 就是它有点像是人的一个一个音色 我就是幻想说自己是跳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去看去感受一下当你那个在生气 或者是在高兴的时候或者紧张的时候 你身体内部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幻境 那是我这一系列的作品所想要表达 就是让人家又可以比较可以理解到说 它是比较跟一些具体具象的东西 然后跟我要谈的内在的东西做一个结合 我一直想要将绘画性 然后具有动态性的东西带入静态的雕塑里面 因为我会觉得雕塑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面 当我们看到一个面的时候 当你摆设看到一个雕塑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当你开始思考说它正面的时候 那我也开始思考说它背面的故事是这样什么样 所以我想要用2D绘画性的元素 将一件3D的雕塑 呈现一种360度的角度 让观众可以从一个点沿着另外一个点 去连接成一个讯事性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连于沛 那这次我的作品是一对形式 一支是天鹅公主 那一支是白马 那这两件作品就是依着我一贯的传统 用动物结合人体的造型 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呢 就是表现出小娃娃 人对自己的孩子 对小朋友会精心的打扮 那现在社会里面对于宠物也是一样 会帮他打扮这些不同的造型 那相互之间有一个很相似的情感概念在 那我就把这两个的造型结合在一起 就是让他们穿上人与动物的衣 互相之间的衣服 那就是反映现在我们对于人啊 对于宠物 对于小孩的一些人投射出来的一些做法 那融入在我的作品里面 谢谢 我的创作的主要思想就是 我希望可以把各式各样的元素 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塑 我所想象的关于人的众生相 那我很喜欢用各种动物的特征还有造型 来当做我作品的主题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 再加以帮他变形 然后附加上各式各样的复合材质 像是现成的一些树枝啊 石头啊 或者是一些工业的工业的元件 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多种矛盾的身份里面 那每个人内在就像是不同元素的集成体 而且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流动 所以我会用这样子各种的多元的要素 来去形塑一个关于我觉得人的内在的形貌 这几年的创作 我大概摆在所谓的机能雕塑这一块 那所谓的机能雕塑 就是我希望我的作品 它除了是有造型性 然后是雕塑的一个形式之外 我希望还能够赋予它一些机能 那这次的展览 展触的三件是属于小品 因为我这几年做的作品 比较多是以家具 比较大型的作品 那我希望能够把一些自然的一些情境 然后融在一个生活的空间中 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到这边来以后 就是可以更多的这个...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更多的人来参与 那有很多年轻艺术家 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有一个展览的空间 也有一个跟更多人对话的一个地方 或是说有一个这个机会 那... 这一次呢 第一档呢 我们做了这个陶艺的展览 那我也觉得我很喜欢陶艺 也做了很多年的陶艺 就是在陶艺普遍上 在这个... 台湾呢 比较... 展览的机会也少 这个... 艺术家也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 可以... 就是说从这个陶艺开始 那... 希望我们可以延续下去 可以... 各种媒体的艺术 我们都会展览 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